我 糟了 果然好麻烦 还得加钱 星月姐姐 真厉害 短短 小波哥 波哥 快使用绝对方法 杀出密集第十桥 近身对手 直接砸饼 人 什么 小夕 小夕 星月 到阿芳那边 保护你们自身安全 可是 你们对付不了 他生前职业 给他带来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 变成丧尸后 这些数值又成倍增长 这些对局势 战场的判断 都是你们非常欠缺的 这里先交给我们吧 我明白了 杀手密集第七条 自杀失败 应当速战速决 发动念力 没想到 他仅靠自身的力量 就抵抗住了念力控制 是你已经有心理准备 猜得到这里的丧尸痕 是 还是我们处备一辆 这仅仅是最万物的凡事 可接下来的陆遇 会越来越艰难 这根本不是我能插手的战斗 小夕 我能是被哥哥保护了吗 好了 我们继续前进吧 杀飞哥哥好厉害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可以使用超能力 你是第一次见到觉醒者吗 哥哥 请教授我战斗技巧 我想要变得更强 觉醒者 原来人类可以成为觉醒者 从而获得超能力 静下 艾牙也要变得很强 哥哥 你们 我不想每次都是被哥哥保护 因为我的弱小 已经多次让你和龙哥 险些丧命 这种事我不想再发生了 龙哥为了追赶哥哥的脚步 也在努力提升 我想更加了解这个世界 我也想追上哥哥的脚步 哥哥 看到你们这么努力 我很开心 我接下来说的话 你们要好好记住 这是末日重要的生存法则 第一 首先要清楚自己异能的优缺点 星月 你绝对灵度的优点是 极致的远程攻击 缺点就是 近战非常乏力 这时候 我们不能盲目地去依赖异能 我们要利用自身的能力 去克服这些弱点 被晋升后如何解决 就是你提升的关键 接下来是安娅 你的异能很特殊 大部分战力 是靠操控物来完成 目前你的战力仅有小不古 你需要训练它 让它拥有更多的战斗技巧 然后 就要继续壮大你的操控团队 然后是找一个能贴身保护你的 你作为他们的首领 此生安全最重要 这些是战斗前需要了解的事宜 能听得懂吗 现在不懂也没关系 这个东西急不来 之后 在实战中再慢慢体会就好 果然对于这个阶段的他们来说 有点难了 太好了 安娅 原来这样就能提升战斗力了 对呀 安娅以为不能吃薯片才能变强呢 走 我已经哭不及待遇到下一个丧尸了 走 你要抓好多好多丧尸 看来这里只有我是普通人 不好意思拖你们后腿了 千万别这么说 一个人的强大 不仅仅体现在战斗中 你都敢于踏上这次冒险 这一份决心是无比强大的 还有 你那份记录手册 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 非常有帮助 可是 哥哥 快点出发啦 段哥哥 快点 走吧 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团队了 你要做的就是 紧急你此行的目的 是 混沌剑神第二集 剑神热血归来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强势进化 横扫漠室 混沌剑神丝 我会让你能开门 并不能再强势 große 我能学会 是一个团队的 全部都花他 好走了 船直立大 快乐 goodies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